大家好 现在是夏季了 很多花有养护杜茧花都会出现 根腐病或者是枯萎病 严重的话整颗干枯 其实我们平时养护有直接的关系 首先杜茧花特别容易落叶 有些叶子落到花盆里面没有及时的清理 在花盆里面腐烂 这样很容易支撑氏菌和病菌 或者是有些花有在给杜茧花换盘的时候 这个土壤没有很好的杀菌消毒 这样就容易出现根腐病或者枯萎病 5月高温我们浇水的时候可以添加2滴二媒苓 滴下2滴对500毫升的水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给它完全的浇透 二媒苓是一种针对根腐病或者是禁腐病枯萎病的杀菌药 是类似型的绿色环保 低毒无臭味 适合家庭使用 而且也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 二媒苓能有效的遏制病营真菌生长 直接杀死病菌 这样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这个杜菌花才能生长得更加旺盛 好了 喜欢杜菌花的欢迎们 进入夏天我们一定要给盆土杀菌 防止病菌侵入导致病害发生 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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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